2007年的ESTRO新秀大赛五强 附建宁以学生歌手身份进军乐坛 主导歌你知道我在等你 由附建宁创作 歌曲引用张宏亮经典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而这首歌版权或大马果实唱片开恩 以三位数的友情价格的 我的出道形式是以一个才女 他们替我封了一个封号叫才女 就是以创作形式出道 然后专辑里面六首歌曲 有五首是我自己的创作 这张专辑里面呢 其实词曲方面都是由我自己先写好 然后再经过几位老师替我修改 因为是第一张专辑 所以我们希望以最好的形式出现 然后里面的曲风比较多元化 有我比较擅长的抒情芭拉歌曲 也有比较爵士型的 也有音试摇滚 所以是一张多元俗话的专辑 希望大家可以听听不同的建议 附建宁的记者会上谈言 专辑目前已经卖出300张 如果达到公司为他设定了2000张销售目标 公司将可能让他效仿 师姐中小玉发行写证专辑 我们这张专辑呢 有设定了一个目标 然后公司说如果没有到这个目标的话呢 就没有办法发第二张专辑 这个数字呢是2000 对我来说实在是一个压力 因为第一张专辑没有人认识 然后我们重新开始 然后希望说借着媒体的帮助 还有我们自己的宣传 可以得到2000这个数字 那我才有机会发第二张 另外一张创作专辑这样 同门师姐中小玉特地前来 为附建宁送上红酒当礼物 附建宁则透露十分欣赏 全创作型歌手陈其珍 希望他日也可以像对方一样 拥有一张自己全制作的专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